这个女孩经常做同样一个梦 周围空无一人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她独自在世界末日一样的废墟里奔跑 周围一个生命也没有 画面一转 女孩子又看到树枚导弹飞向了一座巨大的高塔 紧接着爆炸如烟火般绽放 强大的气浪灼烧着她的皮肤 女孩猛地从梦中惊醒 为何她会做这样的梦 此时的女孩还不知道 她的人生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 想要人类存活 她必须永远地沉睡下去 故事发生在二战以后的日本 日本被分为南北两个地域来统治 在两个地域交接的京青海峡 树立着一座巨大的高塔 这塔高耸入云 如同谜一样存在了很多年 没有人知道那座塔存在的真实目的 也没有人知道那塔上的风景 如此神秘的高塔吸引着青森县的两个少年 他们一个名叫浩继 另一个名叫拓延 他们每天仰望着神秘的高塔 想象着有朝一日 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高塔上一探究竟 这样的念头支撑着两个少年不断努力 当同龄人都在为了学习和各种课外班忙碌的时候 浩继与拓延已经开始如成年人一样 拼命打工赚钱 为了他们的梦想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天放学后 浩继又来到了平时打工的小工厂上班 工厂里的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十分友好 大家都浩继 说他偷了一台海上自卫队的飞行器 浩继可认真了 连连简式说那是自己捡的 没错 正是因为这台小飞机 让浩继和拓延觉得自己距离梦想的高塔更近了一步 他们在山顶找到一座废弃的车站作为秘密基地 用打工赚的钱买各种零件修理飞机 为此 他们拼命学习各种修理飞机能用得上的知识 拓延才上初中 就开始自学量子力学 这让多少上了大学量子力学还挂科的老叔叔老阿姨 惭愧地羞红了脸 这天 拓延在图书馆找书的时候 遇到了同班的女孩子 左右里 女孩子看到拓延居然拿着一本量子力学的书十分惊诧 左右里的爷爷就是物理学家 他完全明白这本书有多么深奥难懂 拓延竟然在看这种书吗 男孩子的形象在左右里的心里瞬间高大起来 似乎因为自己的小秘密被左右里发现了 拓延觉得自己与左右里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拓延脑袋一热 就将自己和浩基的小秘密告诉了左右里 左右里一听十分兴奋 他也很想看看两个少年的秘密基地和飞机 更想看那座助力在京青海峡上的神秘高塔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拓延和浩基就带着左右里来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这件事浩基一开始是拒绝的 可拓延也十分无奈 谁能拒绝一个漂亮的萌妹子的恳求呢 三人终于到了秘密基地 看着已经出具雏形的飞机 左右里兴奋极了 原来学神的世界是这样的 那一刻 左右里看向自己身边的两个少年 仿佛看到了莱特兄弟 浩基和拓延邀请左右里 等飞机完成后一起去看那神秘的高塔 左右里兴奋极了 三个人的距离也因为这个下午而拉近了很多 那时候在两个少年心中的执念除了高塔 又多了一个左右里 从那以后 左右里就成了秘密基地的常客 他没事就来这里陪着拓延和浩基修飞机 两个男孩子在屋里为了一个零件争执不休的时候 左右里就站在小河旁边的战桥上 远眺着远方的高塔出神 最近他似乎经常做着同一个梦 高塔就在眼前 他朝着高塔跑过去 天地突然变得昏暗了 无数炮弹闪电一般滑破长弓 朝着高塔飞过去 爆炸引起的强大冲击波 让女孩子的脸都感觉到被灼烧的生疼 突然 左右里感觉到脚下一空 棧桥竟然裂开了 他掉了下去 只有一只手抓着腐朽的木板摇摇欲坠 这一切是那么的熟悉 左右里不知道刚才经历的一切 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等他回过神来 自己已经真的掉在棧桥的木板上了 浩基在屋子里忙就流一点泪 就走到外面来透透气 他看向左右里的方向 居然发现他正掉在棧桥上 那脆弱的木板眼看就要支撑不住左右里的身体了 浩基赶紧跑过去 在左右里掉下去的一瞬间抓住他的手 左右里看着满脸焦急抓着他胳膊的浩基 觉得这一切似乎就是梦境的延伸 可是最终两人还是一起掉入了河中 拓也觉得不对劲 出来查看的时候 只看到河面上的一大朵水花 好在小河并不深 水只是刚到两人的胸口 狼狈的浩基和左右里走到河边 拓也伸出手想拉他们上岸 看着拓也自然而然伸向左右里的手 浩基察觉到拓也情绪的变化 索性将拓也也拉下了水 三个少年就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打起水仗来 微妙的情愫悄悄滋长 谁也没有将他说出口 黄昏时分 三人悠闲地沐浴着阳光最后的能量 左右里很想说说自己的怪梦 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他不希望两个好友把他当成怪人 毕竟正常人谁会每天梦到高塔呢 夕阳的光辉照在大海上 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光圈 将三个年轻人圈在一起 仿佛这就是一个小世界 然而这样的快乐就定格在这个下午 再也没有重演过 因为从那个下午以后 左右里就失踪了 他没有在上学 也没有跟浩基和拓也联系过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时间如白鞠过气 三年转瞬即逝 当时信心满满的两个少年 却已经各奔东西 似乎没有人记得山上的小木屋里 还有一架制作了一半的飞机 浩基考入了东京的一所高中 而浩基则凭借自己出色的智商 和对物理的深入了解 在高三的时候被破格进入了研究所 专门负责研究高塔和空间置换的关系 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告诉拓也 那座神秘的高塔 其实是一种时空武器 它能够制造出平行世界 将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变成梦境反馈给人类 所以为了掌控高塔的真实数据 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研究 如何将高塔周围的空间 与平行宇宙置换 经过拓也和同事们的艰苦努力 他们终于将塔周围半径 约1.3厘米的地方置换成功了 虽然面积很小 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 研究所里的人们都十分兴奋 下班了 研究所专门负责脑部科学的立员来找拓也 这女孩子虽然比拓也大几岁 可对拓也的好感确实丝毫不掩饰的 只可惜拓也满脑子都是科学研究 对于女孩子释放的好感丝毫接受不到 在东京读书的浩季 过着跟拓也完全不同的生活 她上着普通的高中 过着普通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这个温和的男孩子内心有多么孤独 三年前 左右里的不告而别让她和拓也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 他们甚至因此放弃了飞机的制作 浩季之所以选择去东京读书 就是希望可以远离那座已经成为她梦野的高塔 可是自从来到东京以后 浩季总是做着同一个梦 在梦里 她拼命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奔跑 拼命地寻找孤独一人的左右里 可结局都是一样的 无论在梦境还是现实里 她都没有再见到过左右里 浩季开始学着左右里的样子 拉起了她喜欢的小提琴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跟左右里更靠近一点 直到有一天 浩季收到了一封左右里三年前寄来的信 她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当年会凭空消失了 那一年 左右里从秘密基地离开以后 就被送进了东京的医院 自从她总是做同一个梦开始 她的睡眠时间越来越长 一开始每天还有一些清闲的时间 两个月以后 就完全陷入沉睡 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封信就是左右里在彻底昏迷以前 写给拓也和浩季的 浩季看到信以后好像突然就明白了 自己那些奇怪的梦并不是异象 那应该就是左右里在向自己求救吧 每次在浩季的梦里 都能看见左右里一个人孤独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世界 看着天空上缓缓靠近的飞机发呆 她就是在等着人去救她呀 浩季根据左右里信中的地址 找到了她曾经住过的医院 才知道一个星期之前 左右里已经被转走了 她来到了左右里曾经住过的病房 走进病房的一刹那 浩季更加肯定了 左右里就是在等着自己 这空荡荡的病床 就是曾经出现在她梦里的场景 那一瞬间 浩季好像突然找到了通往左右里世界的大门 时间仿佛倒流 又回到了三个人坐在战桥欣赏落日的那个下午 那一瞬间 浩季想起了曾经对左右里的承诺 她要修好那个飞机 带着左右里飞向夕阳中的那座高塔 在东京某病房里沉睡的左右里突然流下了泪水 她的严谨轻微的颤动 好像要从沉睡中醒来了 这时候 研究所突然想起刺耳的警报 高塔附近出现异象 影响范围半径超过20千米 这意味着 高塔附近的空间正在被强行与平行空间交换 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人和物都将消失在虚空当中 原来左右里的沉睡并不是一种病变 她的真实身份是科研人员的实验道具 助力在京青海峡的高塔会制造平行空间 这平行的世界就会直接反馈在左右里的大脑当中 左右里的大脑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强大的信息量 便自主陷入沉睡 而现在 研究员们发现 左右里只有不断沉睡 才能保证平行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平稳 一旦它醒过来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乱 平行世界就会将现实世界吞噬 科研人员为了更好的研究左右里 将它转移到了研究所中 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 拓也见到了阔别三年的左右里 它还是那么纯洁美丽 只是脸部变得更加苍白消瘦了 看着好像琉璃一样 随时都有可能破碎的女孩 拓也心如刀角 他问研究所的前辈 为什么偏偏选住的人是左右里 研究所的前辈说是因为这塔 就是左右里祖父建造的 或许当年祖父修建这座塔的时候 就故意将左右里当成了梦见的承受者 浩基带着行李回到故乡 他不会再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了 既然答应了左右里 他就要说话算话 一定要开着飞机 带着他飞向那座高塔 或许这样左右里就会醒来了 浩基见到了老朋友拓也 两人一起回到了 尘封三年的秘密基地 那个完成了一大半的飞机 还在静静地等着他们 仿佛一切都没有变过 浩基兴致勃勃地说着自己的设想 如何让飞机可以重新飞上蓝天 可沉默许久的拓也终于说话了 左右里不可以醒来 听到这话 浩基将自己的梦境告诉了拓也 可拓也却嘲笑 他是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两个年轻人争执了起来 拓也竟然拿出一把手枪 对着曾经的死党 浩基呆愣愣地看着 用手枪指着自己头的拓也 听他冷冰冰地问出 你是想要救左右里 还是要救世界 浩基愣住了 为什么这么深奥的话题 要他一个高中生去想 打了一架以后 两个年轻人都冷静下来 浩基找到当年 帮他们组装飞机的纲部先生 纲部名义上是 虾仪制作所的社长 但他的真实身份 是美军军武的转报工厂 手下有人也有武器 浩基他们的计划 必须由纲部先生帮忙 而拓也则回到研究所 利用立元的胸牌 进入了关着左右里的房间 他将左右里 带到了他与浩基的住处 他们两人在寻找一个 既可以帮助左右里完成梦想 又不会让世界毁灭的方法 现在世界局势越发紧张 距离宣战不高 还有五个小时 世界很快就会再次 陷入一片战火当中 拓也和浩基 必须在五个小时之内 装好飞机 然后趁着战争混乱的时候 飞向高塔 拓也与浩基研究了飞行计划 他们先飞到高塔附近 到时候左右里很可能醒过来 左右里一醒 地面的异象变换就会再度开始 他们的飞机必须快速逃离高塔 而这时候再发射导弹 将高塔炸毁 人类世界就不会毁灭了 飞机很快组装完成 浩基拿出小提琴 拉响了左右里曾经最喜欢的曲子 在漫天的风雪中 拓也仿佛看到了夏日的骄阳 以及三个迎着太阳 走在草地上的少年身影 那是曾经的他们 在梦境中的左右里 也终于听到了一丝音乐声 那是他最喜欢的曲子 在这个孤独的世界里 他看到了所有熟悉的建筑 变成残垣断壁 他孤独地奔跑 悲伤地哭泣 却始终无法逃离这魔咒一般的孤寂 而这缓缓传来的小提琴声 给了左右里希望 他是不是要离开这里了 很快 宣战布告发表了 无数飞机在天空掠过 世界大战再次开启 好奇趁着混乱 带着左右里驾驶飞机飞上高空 眼看着炮弹在身边呼啸而过 一台台飞机重弹坠落 好奇驾驶着飞机左躲右闪 艰难地朝着高塔飞过去 一滩滩鲜血溅在飞机的窗户上 从来没上过战场的好奇异常镇定 沉着地开着飞机 终于飞机飞到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空域 这里与好奇梦中的场景越来越相似了 他回头看沉睡着的左右里 发现他的呼吸越发急促了起来 在梦境中的左右里无数次看到白色的飞机朝自己飞过来 然而飞机永远只是悬在半空中 从来没有靠近过 可今天 这白色的飞机似乎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左右里已经能够看清他的方向多不断地旋转 经历了太多次失望的女孩子 不禁闭起眼睛诚心祷告 请求神明允许他从这可怕的梦境中逃脱 当阳光照耀在左右里脸上的时候 他缓缓睁开眼睛 在那一瞬间 好奇的世界仿佛重新恢复了色彩 他呆愣愣地俯上左右里的面颊 任凭左右里拉着他的手气不成声 回来了 左右里回来了 而浩基的灵魂也回来了 他笑着对左右里说 不改喻 再喻 而也就在这一瞬间 研究所的屏幕上 红色的预警信号闪烁得更加频繁 异乡变化急速扩大 下一道就要被吞没了 浩基的飞机远远地离开了高塔 并且丢下了一枚导弹 导弹精准地炸毁了高塔 爆炸如烟火般绽放 与左右里梦境中的景象一般无二 拖也看着远处的火光 微笑着离开了 左右里醒了过来 世界也没有灭亡 浩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那他也应该走出过去的阴影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了